孩子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父母非常头痛的问题 孩子不喜欢学习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学习是一种束缚 完全没有乐趣 也有可能他们完全不懂得怎么样学习 无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快乐、自信或者是成就 那这个教育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何让小孩爱上学习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上海名人坊我们邀请到Kenny来分享 他如何用心做教育 让小孩重拾对学习的乐趣还有自信 您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上海人坊 您还在寻找着理想的室内设计 烦恼着新家的装修 装修价格不透明 Moveover就是开启您梦想家园的那把钥匙 成立于2018年的Moveover 旨在打造透明化装潢市场 性价比超高的一条龙家居装潢 建立室内设计师平台 平台有超过200个专业设计样本与透明的定价 依照您个人的风格、喜好、预算 打造您的梦想家园 Moveover创始人Linia也在马来西亚装潢业 获得了多项大奖与业界的高度认可 室内设计师的博乐 业主们的快乐 尽在Moveover ID Choices on the Go 点击以下链接也获知更多详情 本身经营多种生意 教育中心只是它其中一门生意 Kenny从自己其中一家公司赚到钱之后 希望将自己的生意发展多样化 同时也觉得教育是无法被取代的行业 因此投资一笔资金 在2019年就创立了小未来教育中心 为两岁半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提供辅导教育以及安心服务 欢迎收看《上海的人访》 你好 我是金川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自认比较倒霉的创业家 他就是Leader Bread Education Center的创办人Kenny Kenny你好 哈喽 金川好 为什么自认自己倒霉啊 因为我当时在那一个 我开的那个教育中心 我是十二月开张 2019年十二月 然后三月十八日MCO 才三个月 才三个月 就遇到那么大的挑战 就遇到这么大的挑战 可是当时候的这些创业家 他们都很倒霉啊 都一起倒霉 为什么你自认自己特别倒霉呢 很多行业就比如说 可能他们本身是做五金的 或者是做其他的那些 教育中心都好 他们可能已经是有在那一个 Pistice Start了一段时间 那么可能他们也是有比较足够的 这个流动资金 而我自己本身 我是开了这个教育中心 我就把所有的资金都 然后往我的那个装潢还有装修去 其实我是打造比较跟外面比较不一样的 教育中心 是我花很多钱在我的装饰上 因为我就是想做一种属于是比较五星级的 那一种给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们 那么在我把所有的资金都放进去了过后 他三个多月就跟我来一个MCO了 觉得这是第一个挑战啊 其实如果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挺倒霉的 就是靖川你说的挺倒霉的是 我的这一个各行各样 像比如说唐词开放 他们都已经开放了 又在关回开放又在关回 但是我的教育是遥遥无期的 基本上就是我的是除了酒吧和夜场之外 我是最后第二个开放 还有啦比如saloon saloon都比我早开放 真的 saloon跟美容院都比我早开放 因为要照顾小孩的健康 担心他们会感染之类的 那回到来为什么你想要打造一个 五星级的一个教育中心呢 我个人觉得是说 其实本身如果我们有去留意一下 时事的话你看餐饮业就好了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餐饮业 一般上来说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那个经济 是没有掉过进谷底 所以我们对于服务这一块 不太去重视这一块 好像比如说在三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泰国的经济是掉进谷底 所以他们很靠这个外来的资金 他们的旅游业 所以他们的服务是做得非常好 那么反观你看马来西亚 不管是教育也好 饮食业都好 你可以基本上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你要来就来 你不要来你就走 很多我们看到这样子 你当得了当得了 你没得了找吧 就很多是这样子 这不是在香港发生的吗 没有马来西亚也是相反 其实我们每次可能也是有点 跟新加坡的这一个就是文化 是有点像是 夹宿夹西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做这个 不管是教育餐饮都好 你看他们就是随随便便 放几张椅子 就说让你来吃东西 教育其实也是如此 那么反观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不管是什么火锅店 还是这些什么他们的这个什么香菜馆 他们里面的装潢都做得很美 是 很讲究 很讲究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以现在的网络用词来说叫内卷 他们的竞争太大 可以很内卷 所以导致是说他们在很多小小的地方 他们都会花很多心思去进行 包括他们的装潢 而我本身觉得 eventually到最后 马来西亚都会走到那一步 所以我就觉得 我会先做比别人家不一样 付出多一点点 投资多一点点 就好像比如说 我在2019年12月开张的时候 量体温 体高 消毒 洗手 用喷枪来消毒全身 那个原本就是我的SOB 疫情之前你已经在做的 这已经是我的SOB 是后来疫情过后 政府有给了一系列的这个SOB过后 人家才开始效仿 所以实际上来说 我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在做的 这样子的这一个事情 也包括只有好像那种什么 Grand Hyatt Managing Oriental的Hotel 他们有用着的那一些什么 防务 防蚊器 这一些东西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 紫外线杀菌等 我都有在做 所以我是立志于 而我自己本身的Slogan 就是这样的 服务至上关怀不忘 这是小未来的教育理念 所以我相信在 before MCO前 我是用这样子的用心 而家长可以看得到 我的用心在哪里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孩子 放心的也送过来 所以刚才靖川你说到的是 我是挺倒霉 就是说我真的是 花很多钱 我真的花 我一个教育中心 I think 应该也没有人 好像我这么死的 好像如果是说你们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邀请你们上去 因为我一个教育中心 随便多花我两三百千 只是装修而已 这个是硬体嘛 但是这个硬体 你是比较注重在五星级的 那种规格 但是其实你也不忘记说 这些小孩的健康 还有威力之类的 但是我相信呢 更多的父母 其实他们除了是要硬体的 要求之外呢 软体上他们也要求挺高的吧 对不对 那你们的教育的理念 是怎么样的呢 我自己本身的想法是说 其实因为我做的这个教育中心 我们除了有跟学校的Silibus之外 然后我们还有做这个一对一的教学 功课班 安清班 服务载送 还有包括冲凉都有 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件 就是我是希望可以打造是说 我的教育中心是一站式 一条人服务 至于你静川你讲的软体那方面 我自己对私自有本身自己的要求之外 我自己本身还有用一个apps 我是可以让我的学生每一次来 量体中量体高温度 还有包括他们今天吃什么 我们都有拍照放在那个apps里面 所有家长可以知道他们孩子的进度 这就是我对于我老师的这个要求 然后我也是时常开会的时候 我也是跟我老师们讲 我是要自力打造我的小未来教育中心 是教育界的海底劳 我们都应该有试过就是说海底劳 服务至上 服务至上 对 服务至上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这个海底劳的创办人 这个张勇 他以前为什么他会去搬家 擦皮鞋弄指甲 因为他自己本身明白到是说 他在那个川瑜地区 他的那一火锅味道不是最道地的 不是最厉害的 那么他这么肯定的 当然这么多年来 他们也完善了他们的味道 只不过是说 当时他明白到是说 如果我这边是不足的话 我就想办法从另外一边去补足他 他就用他的服务去做 那么我自己本身觉得很多时候 你说一堆教学 老实说教育界也是很卷 也是很竞争 因为只是我那一条街 只是我一个安邦区 教育中心有三十多家 三十多家 三十多家也还不是到最卷的地方了 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去到不中的话 最起码有上百间 只是一个不中地区而已 所以如果是说你真的要学识 你要给孩子们知识学识之外 你的服务 你一定要给到家长们最好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东西就是说 学生们的感受其实也是很重要 就他们必须喜欢这一边 而且我也秉持着一个想法是说 教育 家长 父母跟老师 其实小未来我们做教育 是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因为坦白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时候听人家讲话 包括听自己的父母讲话 我们总有叛逆的时候的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 不幸的人 一生治愈童年 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孩子可以在童年的时候 就编制他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灌输很多 除了一对一的教学之外 安清班工课班之外 我们还会有给他们一些 道德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 比如说正直 善良 承担 责任 这些都不是在课本上可以学到的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老师带领他们 所以有时我们会给小孩子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功课 就比如说 今天你要回家 帮你的父母亲按摩一下 又或者是帮你的父母亲洗碗 洗碗一下 so that 如果你们的家 他们家长看到孩子有这方面的转变 是 他们会觉得是说 我这个教育中心小未来 是跟人家的是不一样 因为人家来到 真的是只是实时降学 所以我自己本身 这边我也是可以呼吁是说 如果有任何有志于做教育的 是 老师们真的是觉得想要栽培国家栋梁的 你可以加入我们小未来 原因是因为是说 我公司也给到非常好的福利 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明白到又要马而跑 你就需要给马而吃草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理念 但是很可惜 很多企业的想法是 又要马而跑 又不要给马而吃草 还要马而会种草 然后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对对 我是其实是说 我在做教育啊 我是说 我也不担心人家拿我的这个福利去比较 因为我除了给我的老师们是13星制度 我是给我老师13星的制度 还有包括一年 每一年的加薪 包括每一年 你会拿到多少个月的bonus 我们口说无评 我都是放在我们的letter offer里面 所以他们来到他们看到这个福利 是说为什么我会给到我老师这么好的福利 也是因为我只是想要他们把最好的给我的家长们 给我的孩子们 所以啊 至于讲说在这一个教育的这一个环节 我感受我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用心 是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 你的杂重金在栽培国家未来的栋梁同学栽培这些师资 而且呢 我觉得如果别人都效仿你们的话 这个行业就很好了 每个老师呢 去到哪里呢 他们的福利都挺好的 应该有 就你设立了一个标杆 或者一个标准了 我觉得这是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情啊 应该我的同行对手应该不是很喜欢的吧 没事 但是老师都喜欢你就好了 那回到小孩的教育这一块 我看到你们其实有一个叫闪卡教学啊 闪卡教学 那是一个怎么样教学呢 就是对我来说挺陌生的 就是而且他们是会用一种比较有趣 跟特殊的方式去进行 就比如说爸爸 爸爸是在上面保护你们的 所以他的字上面是这么写 就让孩子容易去认字 还有认字写字 就是功课班一堆教学 包括跟slipers写作文我们的都是有 一般来说如果会创办什么教育中心的话呢 都是出生于比如说教育界 他之前是老师校长还是退休的一些教职人员 可是你本身的出生是在教育界吗 不是 完全不是 我会开这一个教育中心也纯粹真的是一个机缘巧合 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我现在的全国总院长 她自己本身她是从这个教育中心出来的 那么我以前在做这个金融资讯公司的时候 我就本身是这个也是一个小故事 也是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有试过有一次我在冲凉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家外面 我相信她是老人家了 就是驾着一辆摩托烧搞包机 那一年应该是2016年吧 2016年那是我第三次创业 那么我当时我就听到我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一个老人家 然后我可以推测它是一个生意应该是越来越不好 因为很少人会看报纸 所以后来我就在开始在想 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金融资讯 其实我做的是还蛮OK 可是我在想我要怎样子去diversify我的risk 还有我的这个事业 有什么行业是你不能够被取代 后来我就想到教育是唯一的出入 虽然我们现在都活在很焦虑的时代里面 我们每次一翻开社交媒体一翻开报纸 我们就看到多少个大学生 因为什么毕业就等于4月 但是你不会因为大学生一出来就是4月 你不让你孩子不受教育吧 对 所以怎样子都好 教育是不能被取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东西是就算以后AI时代的来临 他也不能被取代 因为机器人包括AI 他没有我们人类普遍有的一种通理性 OK 做教育你是说是有通理性 孩子需要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孩子会酷闹这一些情绪上的解读 并不是这一个AI 或者是这个机器人所能代替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有什么行业 我是能做 但是又不能被代替 我就想我现在的全国总院长 学历 他本身在教育有了五六年的经验 所以后来那时我就有赚到一些钱 我就心想不如这样子吧 我是说我就开一间教育东西给你打理吧 然后就开始坐下来谈了 我们从谈到装修到成立才两个月时间而已 很快很快很快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也本身是有经验的人 而又回到来干的那个主题 我就是比较不幸运的 就是三个月后我就MCO了 但是办教育是不是还有一些跟你过往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OK 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本身而我坦白说经传 我其实是读到form5而已 那么我小时是挺叛逆的 就是我父母亲叫我读书 我就不喜欢读 后来输到用识方恨少 该是从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追不上我的学业了 那时我就刚好接触到这些比较经典的著作 比如说《水舞传三国志》 我的中文是很好 我的SPM是中文是哪A 所以我十六七岁 我已经是可以看完三国志 而且是文文版本 我很喜欢中文 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到了我十八岁 我做刚才静川跟你提到的 在余电做General Worker 后来十九岁 我就开始去卖这个杂志 Magazine 包括这个上海 以前我本身是有代理过这个上海 然后就那时有接触到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Newsweek Reader Digest 读者文哉 就开始有阅读的习惯 就慢慢慢慢就明白到 其实你要提高一个人的认知 其实教育是十分十分的重要 而我自己本身 到现在我三十七岁 我也没有太大的嗜好 我一有空 我就是这个是真的 我真的是就阅读 小时不读 现在长大了才来读 这就是我本身的 还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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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来我就深刻明白到是说 教育对一个人的 这个理念是很深刻 人家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知识可以提高你的认知 而且我们也讲 老生常谈嘛 你是没有办法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有些东西你不会就是不会 所以我也是时常有关注一个理念 是说 专业的东西 交给专业人来做 没错 所以我的 我这个院长 我的全国总院长 Sherly他怎么去处理事情 基本上我是没有过问 用人不疑人不用 就放给他们做 然后来 我也明白到是说 教育 我自己本身可能以前没有受太多教育 我就希望是说 可以的话 现在的小孩子也要多懂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什么 课外读物啊 或者是我们有做一些讲故事班嘛 想办法去记起他们的这一个学习欲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而且主要做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老师们就是招板教科 当你招板教科 久了过后你就会发现到是说 孩子们很沉闷 是很沉闷 所以我们时常都会玩一些游戏 就是想未来的一种方法 是以透过玩游戏 讲故事的一种说法 去让他们更容易去吸收这个知识 这就是也回到去 刚才清川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不是做教育出来的 但是我会融到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都到今天为止 我也是觉得学习很重要 好像我是蛮感慨 现在的年轻人 我看他们看一篇签字文 摆字文他们都看不下去 他们只是看那个什么YouTube 看那些什么TikTok 懒人包 我就觉得这一点东西没有办法才资讯太快 那可能是学习的方式不一样 对 砸了那么多钱来办教育 办教育对你来说难吗 其实说良心话是挺难的 原因是因为责任和这个担当 不是一般行业可以经历起的 就比如说小孩子的安全 一直以来是我 我们中心的最高准则 因为我们时不时 尤其是现在社媒年代 你只要食物难吃 一盘炸饭贵 人家就把你放上网 更不要说如果你把他的孩子 你有用侮辱性的语言去对孩子 我也不能说是怪兽家长 只是说年代不一样 现在我们都推崇爱的教育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家长们都会是说 以孩子的感受为主 我甚至还有遇过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是说当然我觉得父母也是有责任 他们会是说我在这边上课 我上的不愉快 我不喜欢某某老师 然后他们就跟家长说 家长也因为这样子 看到他学习尽管有进步 但是就是凹不过这个小孩子的脾气 变成我是觉得是说 你要在我们说你的责任 安全还有孩子们的感受之间 你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还不能有任何的犯错 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对家长的态度 包括对孩子们的态度 你哪怕是出了一点差错 我都会觉得你是全盘皆输 这就是我认为做教育最难的地方 怎么处理这些投诉呢 有没有一些个案 我觉得公关要好 其实公关真的是好 就比如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standard 就是我会画下我的那个standard在那边 因为我时常都说我要做教育界的海底拉 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的院长 或者是对他们的这个家长 在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孩子多点放学 或者是update他们的这个学生进度的时候 我都会要求我的老师们 或者是我的院长们 在whatsapp写完了一个字句过后 下面你一定要放一个emoji 因为语言本身是非常冰冷的 而且我们都懂社媒年代 就是可能语言冰冷造成的误会 有些人就喜欢skinshot 然后就把它放上网 我就不想要得到这样子的待遇 所以如果你在写了一些词句过后 后面有放一些比较亲切的一个emoji 我都会觉得是说可以有效缓解 这就是我所谓的公关 而且也可以让看的人知道说 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 不然我常会去解读 你是在生气什么之类的 还是你在反风 对 那在MCO那段期间 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呢 MCO期间一般上来讲 很多人都会提倡停课不停学 他们就把线下的那套放上线上 就是用网课的方式去进行 只是我这边也是挺倒霉的进川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孩子是2岁到12岁 一般上这一个年龄成的孩子 他们的这一个专注力都不会太好 所以他们有时候我们讲 以前你逃课 你要Pontain Class 你走出去课室 现在你只要把电脑一关下来 你跟妈妈讲我已经上网课了 我们老师也无可奈何 所以当时很多家长 他们是说暂时先停课 那也是我在MCO面对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后来我们就有透过我的院长跟这个老师 就灌输一些理念去给我们的家长 这边我也是可以跟家长是说 这边是有可商量的空间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把孩子送过去是学习 把实际上来讲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透过网课 或者是透过线上去进行的 就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如何对待同事们或者是朋友们的关系 还有这个几率 学生的几率问题 有没有准时来上课 卫生习惯 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网课来代替的 而我们做教育的 我们相当于承担了一部分做父母亲的责任 如果你就算是一位老师 你自己去教你的孩子 有时你教教下 你就觉得你的脾气就是会忍不住涌上来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些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 这些专业的人做的时候 我们教会了 尽管可能我们跟孩子闹得不愉快都好 就可能我们用一种婉转的方式去让孩子 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你吃完东西你应该去收拾的 小孩子闹脾气 回到家 父母亲还可以 老师讲你啊 没关系 爸爸想要你 就这样子我们又可以达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教育到孩子的当儿 父母亲也可以从避免 你孩子正面的那一个最直面的那一个冲突 我觉得做教育是非常重视在这一个环节上 所以我的这个教育中心 我就很要求我的老师们做这个东西 我是听话心思的 但是把这个上课都搬上网之后 这一件没有办法进行吗 对不对 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当时候就停了很久 我在那个MCO1.0到3.0之间 我应该是drop了超过80%的学生 租金造给 是 老师薪金造给 对 然后我的那些 所有的开销都 对对对 然后我只是那一个什么 covid那种 air purifier 我的教育中心每一个角落都是 我是到那一个standard 所以那些一家百多块一个月 就也不少钱了 可是你又怎么样在开放之后 那么快又开始第二家 主要是因为我在其他的那个行业 有其他的收入可以帮助我做一点cover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个MCO过后 我们看到经济开始复苏 那么也有很多家长反映给我们知道 他们停课的时候 学业进度真的跟不上 是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是说 他们明白到 而且现在的人老实说对教育是挺舍得的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爱心配套 就比如说我们你直接是拿我们一个六个月的配套 一年的配套 然后我们当然也是说无效退款 我就说我们会make sure 孩子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然后就是让他们回归这个线下教学 线下教学我面对到的另外一个事情 是当时候大家都对covid还挺恐慌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全面性开放的时候 我们也有被开放过一阵子 那阵子其实说回来 我觉得对整个MCO来讲 才是最对我最致命的伤害 因为我只要有一个学生确诊 我就全部隔离14天 然后我又要请人家上来来消毒 所以很麻烦 可是这一些都过去了吗 现在是过去了 那么我也很幸运在我老师 还有这个家长的支持下 我在今年的就是相隔了两年半后 我在这个甲东 今年的8月 我又再开多了另外一间分院 意思是说现在安邦有一家 安邦有一家 在甲东有一家 对对对对 未来还是会继续再发展吗 我planning其实明年我想去补充 2023年 2023年看看我有没有这样子的机遇 然后我其实是 现在是想开放做这个加盟商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又觉得 我对这个老师们的这个数字 是要求是 其实我真的是要求听到 这个加盟的生意是怎么样的 可以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加盟就是说 我们会provide你一个 最完整的一个SOB 包括我们是怎么做教学的 我们的这个教材 还有我们的这一些行政上的 你要怎么面对家长 你要怎么面对什么 这个学生的体温 我们都会整套的系统给你 包括你要这样子去 推出我们的这一个 爱心配套给家长 如何照顾小朋友们 都会有一个流程下来 而且是很简单易懂 就是simple easy effective 然后你是可以duplicate起来的 seed系统 就是seed其实是蛮久的 那这一次的创业 虽然说面对那么多挑战 我相信你也就是每一关都在闯 都在把它过去 对不对 那是不是跟你过往的一些创业经验 是有关系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创业的经创 你有很多 还有什么金融咨询公司 金融咨询 是我目前也是还在做的 做月子中心 这也还在做吗 对还在做 还有一个媒体制作公司 你还在做吗 还有一个是什么 Waste Management 就是废物的那些工业废物 这些都是还在做的 这些都是还在做的 哪一个创业是最早的 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 2017年已经是我第三次创业了 我以前也是好长好长的故事 第一次创业我26岁 然后半年就 王飞鸿收档了 然后27岁开第二家公司 然后那一间就做了一年 那一间更可怜 我连车子都在我的公司楼下 我的办公室楼下被拖走 然后欠下一大笔债务 那时我真的是想一走了之 很多年前27岁 后来我就花了几年时间去把债务给还完 然后又再重新再来过 那是什么促使你在26岁那里没有创业 要创业 第一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 不想打工 也不是啦 我本身没有那么吉堂 我每次看到那些人说要一些什么 每次我在面子书看到 那些人说什么要财务自由 什么工资不出头 出头就变土 有时我看看下 我会觉得其实这些 其实蛮荼毒年轻人的 老实说真的荼毒蛮年轻人 我觉得你这辈子 你真的是要去想想看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是要做些什么东西 你是要真真是去打工 还是好像金川这样做一个媒体人 还是你本身是要做一个老板 我都会说代价是什么 你一直看到人家很美满的一面 但是你没有看到是说 他们狼狈的一面 而且他们狼狈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跟你说 好像金川你有时候 你做这些访谈过了时间 你胃痛你也得顶着 对吗 就是你必须想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我自己本身 我创业以来 为什么我回答金川你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在26岁的时候创业 原因是因为我也面对到 时下的很多人都在抱怨的一个课题是 老板太厉害画饼了 老板答应我这个东西要做什么 然后你做得到 我就给你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等了我老板两年 其实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我当时也年少气盛 其实我挺是不会想 因为当时我离开那间公司的时候 我本身已经是 有着 我是在做着那个 杂志的经销商 就是包括上海在内 就是Time Magazine New Street Magazine 而当时我的组织 已经是去到80多个人的规模 简单一点说 我当时只是拿overwriting 就是说我只是抽佣 抽我下面的这个抽佣 而不是直销公司 不是直销 震荡的公司 我当时每个月都有 十五六千的收入 那是在十多年前的十五六千 是好多好多 那时我的 我们吃一盘炒饭 在三块半的年代 当时我是很年少气盛 因为我的老板是答应说 你做到这样子 我给你这样子 结果我等了两年 他没有给我 我就裸辞了 我觉得如果是 给一般人的话来讲 他会觉得 哇你每个月万多块 你还跑去辞职 你笑了你神经病 思想一下 如果当时我就是因为神经病 所以我就跑出来创业 然后我创业第一次我失败 第二次我是拜车子 拜托我走欠下一笔债务 当时我欠两三百千 包括我亲戚朋友的钱 所以我就觉得 也学习了 我就说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然后我就失去了很多 也明白了什么叫 如人饮水 能软自知 你的身边的朋友 在看这里倒霉的时候 包括这个MCO也是 这一次MCO也是 我有一些老师 就是说他看到我的教育 这样子他不能而且用网课的时候 他就是把我的学生给带走 也是很多 对你没信心 我收家长一千 他收八百 家长不是搭走 所以我是有经历过这样子的 一些什么 背叛 背叛 所以如果你问我现在到回来的话 也很感激当年我的年少七盛 如果当年的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可能 我觉得我当时年轻嘛 觉得自己人定胜天 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跑出来创业 就跑出来做 结果一塌土地 但也是因为那一口气 让你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对不对 金川坦白跟你说 我在我二十七岁 创业失败第二次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想一走了之 一了白了 就了断 真的是很想 也是因为在那时候 也是刚好就有遇到一两个 就是比较自信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鼓励我 对鼓励我重新来过 然后我就要死也没有勇气 因为唯有活下去 就活下去了 就这样子做到今天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你一直前面有两次的 失败的经验 还让你跌入人生的谷底 但是他没有达到你的意志 你还继续的在创业 金川也太看得起我了 他已经严重摧毁了我 但是你最后还是 你看现在还是活生生 有时候是这样吧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有一个卡 我最近就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在这个什么 安邦不价不是我住的 我住的在安邦 是在那个 扰王在上的地方 不给不仁洞 应该是这样讲 我会觉得 现在如果我遇到 人生中很大的难题 我其实精神压力挺大 我就去看星星 看星星 放空一下子 因为你看到星星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说的比较哲学一点 你只是宇宙充 连尘埃都算不上的一个东西 是渺小的一个 没有东西值得你永远 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只是一个过客 总有一天 你就是变成一头黄土 所以我就觉得 何必去计较呢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悲观 但是其实充满了哲学跟正能量 其实没有悲观 其实你真的是觉得是说 我们只是 也不会太认真 对对对对对 对背叛也好 是觉得也只是 即使享乐就好了 而且即使努力 即使享乐就好了 不要只是享乐 不会努力 要会努力 也是要会享乐 这个也是很重要 而且在创业那么多年 你最近也被提名为 2022年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教育 对对对 有没有要发表一下 你的一些感想 我的想法是说 很感激 是说MPTN 他有看得到我的付出 然后我在这个教育界 我也是有一些教育的前辈 是说他们有给到我很多 很有用的建议了 包括是说 现在我是这一个 马来西亚中国教育协会的主席 吉隆坡主席 所以变成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在教育界小小有点名气 所以他们就提名我 就很谢谢了 就是他们会这样子提名我 那么我只会觉得是说 小未来的一个理念是说 用心做教育 培养东良才 我相信你的默默的努力跟付出 会被世人所看见 好 我们期待这个小未来 可以在全马各地都见到分号 继续的造福我们的人群 谢谢 Kenny的分享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